那些金银剔透的水滴都是怎么画出来的 三只秒就学会了 并且马上就能拿出来炫耀你的一个消息 今天教你用最简单的方法画出金银剔透的水滴 来 首先我们给它在纸上拍线条 把铺一个底色 再用餐巾纸全部擦揉 这是为了更避震的一个效果 下面再用橡皮把圆里边擦白一些 再用铅笔轻轻的在这个灰面处画一个圆 注意不要太深啊 用二笔就可以 这就是水滴的形状 流出高光的部分 从水滴的暗面开始排线 由深到前要自然过渡 在拿一根我们平时用的棉签 在月牙周围揉擦 再换成之前的二笔 把水滴边缘处和高光的边缘稍微卡一下 但也不要卡得太过于四半 然后就是根据光源画出水滴的投影 投影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颜色要由深到前有个过渡 画完再揉擦一下 是不是显得就更加自然了 最后可以在水滴上方的边缘 擦出一圈小小的反光 是不是有了金银剔透的小水滴效果就出来了 同理还可以画出不同形状的水滴 或者玻璃球也是可以的 我是将画画的杨江 五年时间出了一千多堂课了 成为我的终身会员 杨江愿意做你一辈子的绘画朋友